美国不只是迈奥密出现了 不是有在公路上面 有人把对方的脸给一下子啃掉了 什么大半的 而且还有一连串的 这个人吃人的案件 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猜说 真的有所谓僵尸在那边吃人吗 这个事情已经闹到 美国的疾管局都要跳出来出面澄清了 食人僵尸入侵全美各地 全国进入高度警备状态 这是电影《僵尸启示录》的恐怖场景 而僵尸启示录这个名词 现在竟然成为Google搜寻关键字的第二名 网路上会声会影 原因就在最近发生了一连串人吃人的恐怖案件 包括迈阿密31岁男子尤金 啃掉一个流浪汉75%的脸 接着马里兰州一位21岁的大学生 谋杀室友之后 竟然还吞下他的心脏和脑 还有加拿大人AV男优 麦格诺达和中国留学生邻军约会后 也将他肢解当邮包寄走 然后男扮女装逃往法国 他们在帮助我们 但他现在是在不同国上 但我们有很多帮助 我曾经提到人们 用网络币来帮他自己的王 给他一个好的映像 但我认为网络币来帮他 网友表示 莫非是僵尸出没 才导致人吃人案件频传 还有八卦网站 将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 爆发神秘红枕疫情 也和僵尸进攻扯上关系 眼看谣言审消沉上 逼得美国集管局 在官网上赶紧发出声明 强调僵尸并不存在 呼吁民众不要惊慌 人新闻丑闻综合报导 建平这一连串的 所谓人吃人的这个案件 那么我们刚开始看到最先的 就是迈阿密 那个脸被啃掉一大半 不过这位老兄他怎么回事 他早上那天好像什么 清晨五六点出门 到了下午两点多 九个小时之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他脸被啃掉 所以就是从这个一切的传言 都从这个迈阿密 有识人这个人魔之秤的 这个邮金所引起的 导致这个美国CDC集管局 你看他曾经半开玩笑 曾经贴了一个 僵尸的一个警告 结果现在弄着这样网路上 然后甚至外界传了人心 现在又赶快出来灭火 大家都联想到很多 那种电影的剧情 《二龄古堡》 或是《精英思路》这些剧情 到底世界上有没有僵尸 那你刚刚讲说 其实5月26号那天清晨五点半 据说后来接受这个 迈阿密当地媒体访问的 就是这个 有迈阿密食人人魔之秤的 这个邮金他的一个女朋友 他说那天清晨五点半的时候 他的这个男朋友 就是跟王山一样 这样子出门了 那时候还很正常 一直到下午两三点 我们后来讲到这个新闻发生之后 去啃掉了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先生 然后几乎把人家的脸七八成 眼睛嘴巴鼻子全部都啃掉的那种 然后背后来被警方 开了六枪射杀 那一段八九个小时 怎么会变了样 然后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他后一个人出去 其实那个时候 他的女朋友讲说 邮金在出门前 还有跟他表示过一个爱的宣言 是他对他女朋友 因为他当时出门的时候 五点半左右 然后大概六点多 快七点六点半的时候 一个小时多之后 他就打电话回家 告诉他这个女朋友说 他车子在路上 有点故障抛嘛 他晚一点回去啊 就感觉上好像还是 很正常的样子 没有什么 如果是 你说是僵尸也好 人魔也好 他可能精神已经不正常 他没有办法跟人家言语 可能眼神换散 就是很凶狠之类的这样 可是还可以跟他打电话沟通 好像跟他讲这样 好像路上有点状况 耽搁了这样 后来呢 一直到那一天之后 就那个六七点 那一通电话之后 就没联络了 一直到下午之后 然后家人才收到警方的通知 然后后来那个 他的女朋友也是看到 那个媒体报导 然后才知道说 这个麦阿密食人的这个人魔 原来就是他的男朋友 可是他很讶异啊 因为他说 奇怪的 他是一个贴心 又有礼貌的人啊 这个男生呢 平常的举止看不出来 而且他是有一个 有宗教信仰的 平常他圣经不离生 他就戴在身上 然后他重点是 他也没有去使用 这个所谓大麻以外的 这些什么毒品 去让自己去戒毒 或者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毒瘾等等 就没有让自己有毒瘾 怎么会突然出现 因为在这个事情 尤金这个食人这个人魔的事情发生之后 有人就在第一时间就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美国军方是官方 不愿意证实不敢公开的 有没有就是过去军方在实验了一个 天使城或天使玩那种CPC的这样的一个 让人这样子中枢神经麻痹 好像行尸走漏这样的一个药丸 也是曾经管制了一个禁药毒品 那也有人说是不是 尝试了他接触到预言的这个毒品 不管什么样的毒品 或者是那个控制他中枢神经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性药物好了 这个尤金的女朋友 至少他跟媒体访问说 没有他可以证实他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药品或食物 可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让他女朋友竟然以出惊人的讲说 有可能鲁迪 这个尤金鲁迪他那个男朋友是被下药的 但是那个药不是我刚刚讲的什么毒品 或者是那个军方科学实验药品 而是有可能来自于海地那种 所谓巫毒传说的那种巫毒下药 所以我否则以尤金这样的一个 圣经不离生的这样一个 有信仰的一个这个成年男子 他呢他的灵魂不会这样子是出卖他自己 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十二不赦的 好像做出这么令人发指 然后很恐怖的行为的一个好像人魔 对啊 钟伯你说如果他是 信奉上帝啊 圣经不离手啊 然后又放下了这个 啃人家脸的这种恶行 这个暴行然后女朋友会觉得 他还觉得说是不是你是牺牲者 是女朋友头脑袋也坏掉了还是怎么样 还是真的他们真的认为有巫毒这种东西 他的女友认为说这一定其来有致嘛 怎么可能一个正常的男友突然变成这样子 他们就想到是巫毒 那为什么会想到巫毒呢 因为这个友亲这个人 他本来就是海地后衣 海地 海地这个国家有三个东西 赫赫有名 海地就是活死人传说赫赫有名 第一个巫毒 第二个僵尸 第三个活死人 我想前阵子的巫毒娃娃在台湾造成一股旋风 大家都觉得他好可爱哦 可是巫毒在海地一点都不可爱 在海地是用来骇人用的 那为什么我会讲到巫毒 僵尸 活死人 这三个有什么关联 在1962年的时候呢 当时在海地有一个人叫做纳西斯 这个纳西斯呢他死了 死了时候呢医生呢还为他盖上了白布 并且呢开出了死亡证明 所以纳西斯他是真真确确死掉了没有问题 但是呢在1980年也就是事隔18年之后呢 既然有人看到了纳西斯 发现了纳西斯 并且上前就问他说 啊你不是死了吗 纳西斯说对 他不是死了吗 他说对我死了 但是呢我死之后有一个女巫医 女巫医呢就对他的尸体呢就开始施法 就让他变成了僵尸 也就是我们讲的活死人 所以呢那个人看到了纳西斯 他认识纳西斯他就跟他打招呼 他所打的那个招呼的那个纳西斯呢 是个死人 只是呢他还可以呢讲话 还可以对于之前 他的家庭他的生活种种 还可以倒背如流 所以这是海地目前盛传的一个活僵尸 活死人的一个案例 所以瑞德兄照这样讲的话 还真的有什么活死人 或是不管是僵尸 还是活死人 要搞到美国政府要出来澄清 事情那么大条就是了 对当然美国这次会这么慎重其事的出来 是因为怕引发这个社会恐慌啊 那么海地是全世界最多 活死人跟僵尸传闻的国家 有没有 有 那是不是真的僵尸 这么斩丁截铁 当然有 因为有科学的验证跟纪录片 然后呢 有没有僵尸 有 但是是假的僵尸 我跟各位解释 为什么说是假的僵尸呢 海地通常发生过好多次 这个人死了以后下葬 下午下葬 晚上有村民看到他 竟然在路上晃来晃去 吓死人了 是不是僵尸 各位啊 其实这个是一个阴谋 是什么阴谋呢 是巫毒教的里面的一些 不法的巫师啊 结合少数人的一个阴谋 我们都知道河豚肉很好吃 但在处理的过程中 一个不小心就会中毒 河豚毒很毒 人就死了嘛 对不对啊 这个海地的 这个巫毒教的巫师 就是利用所谓的河豚毒药 河豚的毒素 然后呢 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 为了争遗产 为了争他爸爸的遗产 兄弟系强 所以呢 弟弟就找了巫师来 在这个下毒 对他的哥哥下毒 下毒以后河豚毒素 就像我们的武侠小说里面的 龟习大法一样 他会让你整个人麻痹 然后你的呼吸 你的心跳 脉搏近视没有 然后就宣布死亡 在医院 所以他是走你的神经 对 因为是神经毒素 所以在医院宣告你死亡 那你就全身僵硬 对不对 没办法呼吸 脉搏几乎没有 所以你就下葬 立刻下葬 下葬了以后呢 事实上这个巫师啊 他不仅要赚害死人的钱 然后呢 他为了要进一步利用这些 所谓的假活死人 假僵尸 他在所谓的这个死亡下葬 一次完成 大家都离开以后 他就把这个棺木打开 然后干嘛呢 用一个解药 把他想办法救起来 以后 因为你已经陷入一个 昏昏沉沉的状况 你就变成他的奴隶了 然后呢每天下毒 每天继续在一点 控制你了 一点控制你 那么这件事情 为什么后来会曝光呢 原因是因为 其中一位 他在那个农场里面 类似他这样的 好几十个 其中有一天 他忘了喂食他 所以他才跑出来 这件事情 才因为这样曝光的 所以刚才瑞德说 斩钉截铁 真的有活死人 真的有假僵尸 那么很多的所谓 僵尸启示录 第一章里面网站上面 一堆的八卦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马上回来